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以苦刑的方式 我们会先到保护 接着再到高等法院 去递出我们的上述状 进行苦刑 最后我要郑重呼吁法务部的检察官 827的抗争 327的抗争 所有人均不起诉 凭什么 427的五位尊严者 就要被你们用这种方式对战 五位尽法打压 五位尽法打压 团结上述到底 五位尽法打压 团结上述到底 两年前的今天 4月24号 华丰居民被破迁了 被暴政下面强拆了他们的住宿 而当我们在面对这国家 我们在面对这个结构 我们希望若是人民 他生存权的时候 我们会招作到什么样的待遇 警察 粗暴的对待我们 而后来 这些深夜的朋友 被冠上一条 叫做妨害公务罪 而在说的录影带里面 他们有的是出现背影 有的是守抚的路障 有的只是高呼口号 而他们不只被起诉 现在地审的地域 被判了 居留50天 当时大安分局的管辖范围 并没有他们实际管辖范围这么大 也就是说他们管辖范围 深夜的朋友 他今天在这边 他以肉身进行抵抗 请问他们逐格强暴 胁迫警方执行动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所谓的依法 难道法律不是保断弱势人民的吗 难道弱势人民在这个法律以下 是注定受压迫的吗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不服这样判决 我看到的是 警方在原本讲好 4月24号 当天才会拆迁 结果前一天晚上 就封街 我们原本要在这里办一个晚会 然后就因为封街的关系 整个行程大乱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是来妨碍公路的吗 不是 我们是来妨碍公路的吗 不是 我们来到这里 是想要生育的这些 无助的居民 我们是想要来 看清楚 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方式 对待这个国家的人民 在我们背后 是铁篱笆 后面是一整片的空地 如果两年前 我们真的妨碍了公路的话 我们真的成功妨碍了公路的话 现在它不会是一片空地 现在这里不会是一个 一个人都没有在住的空地 这些居民可以继续好好在这里生活 为什么法官认为我有罪 就因为当天晚上 在现场的时候 我拿着麦克风喊 喊什么 我喊的就是华光社区的诉求 就是关心华光社区的人 对政府的诉求而已 我喊的内容 就是强拆暴政 就是国土变商品 就是我们要回家 这样的东西 但是地月的法官 的判决书里面 把这些口号当成是 他把这些口号诠释为 我在山洞现场的声援者犯罪 在所有的陈情的案件中 不是被竹竿戳 要不然就被盾牌打 要不然就是拿警棍来打 打在地上抽去 我们有任何武器吗 没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的只是 握在别人手上的一根 小棒棒 小木棒 那是什么 那是法官手上的棒锤 这个棒锤在华光社区 民国95年到100年间 有200个案件 都被这个棒锤打过 他应该是要打二势力的 就是要打那些穷人 那两个案件 没有一个人申诉 国家要怎么接受 我们都OK 但是请各位注意 伪商建筑 合不合法 可安不安置 那是两回事 你们可以猜 可是你们一定要做好妥善的案子 所以大家不要 社会各界不要不要弄乱了 就认为说 只要是委当建筑 你们就没有技术的权利 你们就必须遭受国家的迫害 你们就必须被罚250万 你还没有变成罚800万 地上滚利 那政府更可恶的是 我们法律人讲一句话 他事实上是把政府的责任 变成是所谓私人跟私人间的一个争议 这就是公法顿入私法 明明就是法务部 法务部的土地 他今天他讲说 我是地主 我是一个私地主 法务部已经不是一个公法人 他是一个私地主 我私地主跟你们这些居民 你们这些居民是无权占有 所以我透过民事诉讼 透过民事强势执行 来收回这个土地 收回我是私地主的这个土地 我要来进行 我要跟政府来进行开发 那问题是 当你今天 你登入是一个私人的地位的时候 你真的就免除了你安置 免除了你协商 所有的应该要尽的这个政府的义务吗 我们认为是没有的 所以我还是必须强调 必须强调 今天华缸社区的抗争 是有它绝对的一个正当性的 法官在判决里面 完全没有交代 我们辩护律师 以及被告所提出来的 民事强制执行 法院的一个要求 与警方最后执行勤务的范围 完全不一致 法院是完全的不理会 我们认为法官 他最后他认为说 穿的制服就是警察 穿的制服就是警察 你们这些被告 没有眼睛吗 看不到这些警察穿的制服 你们对他们有任何的推荐 就是网外公务啊 我觉得这些法官已经太保守了 他并没有严格去检视 事实上所谓的执行公务 必须要依法 必须要合法 这个是构成要件所要求的 当今天政府 今天国家要认为被告有妨碍公务的行为 他一定要严格的来证明 这个公务是不是合法 这个公务是不是依法行政 依法资金 各位伙伴在我们前面 就是法务部 就是提供活跨社区的约修 就是让社区居民 要被破钱 要将法官的约修 我们今天在这里呢 同时也是因为 我们有我们荒荒社区 在两年前的抗争 有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被移送 保护的后面就是地方法律 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 已经被第一月做一审判决 判决有了罪 就要拘役五十天的 五位他们就是在第一月被做出这个判决 那我们今天要在这哪些 一起喊口号 捷径烂冲 捷征烂冲 捷征烂冲 抗争无罪 抗争无罪 捷径烂冲 捷征烂冲 抗争无罪